我們到關新住民產業協會在廣護民進處的經費補助下 邀請專家江蘇翁水蘭利用幾種天然操作 和新住民朋友製作油膏讓大家實在修進健康風蟒湯的操作 透過團體合作究竟新住民朋友之間的基地 幫助他們詠結台灣的生活 為了關懷新住民生活幫助他們詠結民修文化 主辦單位邀請專業的江蘇翁水蘭 利用很多種天然的操油管料和新住民朋友製作活用的油膏 今天就是來教我們這些朋友們 利用現在剛好很盛行 剛好很茂密的艾草來做清涼艾草膏 那因為這幾天天實在太熱了 那我們就想說用艾草它對我們皮膚的一個幫助性 那加上可以消炎脂肿的剝痕腦 然後把它做成很好用 然後又可以隨身期待的艾草膏 在南岡管政府民政處的副度之下 南岡管新住民三入協會 基盤政治中的學習副度 埔里鎮這邊的新住民總共有1900多位 人數相當的多 所以後續我們在新住民的關懷的部分 在各鄉鎮都會持續來辦理 也在護鎮事務所設立單一服務窗口 希望能夠讓新住民感覺到在家的溫暖 那另外在7月份我們也辦理了新二代的夏令營 南岡管新住民三入協會 非常感謝管府民政處的協助 讓他們學習很多生活的紀念 製作常常用的生活用品 這是南投縣政府的民政處 非常感謝處長今天有力臨我們的現場 還有吳國昌議員還有黃世芳議員 還有潘副議長他們都有力臨 還有李春森代表 謝謝縣府很重視我們新住民的這個活動 讓我們這個活動的話順利的圓滿 看到新住民朋友同樣參加 並且認真學習 其台管府民政處恥修修補助經費 協助辦理還有很多庫長 其實我憲長對新住民的文化 對新住民他們嫁來台灣這個生活 適應這個領域頂頂 我們這個管長都很重視 所以說國昌和所有的議員 包括我們府議長、西雄議員 我們頂頂頂在我們的議會 來接讀來建議對我們新住民的文化 傳承以及新住民的這個活動 這個經費頂頂的 我們民政處也都很配合 其台透過庫定的學習 求近新住民朋友和社区的紀念 也希望未來可以辦理更多活動 邀請新住民作為來參加 幫助他們擁入台灣的生活 既然環洪坤,採訪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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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